即将进入到五月伟大的母亲光辉月 万里区公所在母亲节的前夕 就办理了模范母亲的表扬活动 特别设计子女真情告白奉茶妈妈的桥段 让子女们说出深藏在心中的爱 这也让现场的模范母亲们都落下感动的眼泪 公所是期盼透过表扬母亲的慈爱和温暖等抚慰的特质 鼓励子女们及时行孝对父母说出自己的爱 爸爸去世之后一个人然后人家四个小孩 真的很辛苦 所以真的谢谢妈 这样才有今天 谢谢妈妈 妈妈欢迎 拿着麦克风对妈妈真情告白 单膝下跪来奉茶让妈妈们都好感动 这是万里区的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今年共有11位的模范母亲接受表扬 而特别的是其中一位是单亲爸爸 是以孩子的主要照顾者身份来入选 而表扬的当天也因为孩子确诊肠病毒需要照顾不可前来 对家庭与孩子的无私奉献 展现母亲的慈爱与温暖辅慰特质 我们今天所有的模范母亲 社会我们这些模范母亲的小孩们 我觉得要对我们的妈妈非常的感谢 她从小到大都在你们的身边陪伴你们 尤其像我看到有一位陈美军今天有一个陈美军妈妈 她从小就是她的小孩听说就是小时候其实是有一点过动 但是呢她没有放弃她的小孩一直努力的把她抚养长大 那她的小孩现在还考上了公务员在我们的基隆服务 所以呢我觉得妈妈呢是非常伟大的 因为为母则强 当了妈妈以后呢 什么土都能够吃 就是为了要抚养我们的小孩长大 区长也是两个小孩的母亲一起自己儿时 妈妈为了自称家庭而离家工作是相当的辛苦 虽是奶奶一手抚养长大 但对于母亲与奶奶两位重要的照顾者都是相当的感谢 为此也勉励在场接受表扬的模范母亲子女们 要好好珍惜与妈妈或是照顾者的相处时光 及时的表达感谢与对他们的爱 以前当然我们也常常参加母亲节的或者是父亲节的活动 那其实老实讲那时候的感受并没有那么的深 真的有自己在付出之后 那才会了解这个带小孩当中付出的一些辛苦 那当然其中也包括了非常多的一个喜悦啦 那我想在不同的一个阶段 我们身为家长需要付出的也都不一样 小时候妈妈呢花了她的时间陪伴我们 那长大之后呢 尤其是每个人孤狼孤狼的心头 那我妈妈也是啊 因为我每天都爬爬爬 那她有时候就会希望我们可以多回家吃个饭 所以呢孩子可以给妈妈的哦 其实呢物质上呢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时间的陪伴 所以呢母亲的角色呢 让大家去思考说 我们怎么样可以放慢脚步呢 在妈妈长大之后呢 可以多一点陪伴的时间 去年才刚刚升格当父亲的立伟廖先祥 对父母的辛劳可以说是感同身受 也勉励子女们要及时行校 带父母外出走走聚聚餐 而市议员白佩儒则是分享 陪伴就是父母最棒的佳节礼物 有空就要多回家看看爸爸妈妈 对父母的关心问候 或是一句我爱你 就胜过红包钱碗金 记得要品行万里采访报道